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财经会员节目 今天的财经新闻我们将会说到以下的内容 土耳其总统对普京直言 撤军议和 俄罗斯战败是必然的 中共的清零政策有没有放松呢? 地方政府陷入了两难 美联储坚持鹰派立场 投资市场又波动 深陷债务危机 中国恒大集团遭到盛京银行的起诉 许家印在香港的豪宅被查封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吧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普京直言 俄罗斯无法避免战败的结局 同时 美国多名高阶官员透露 俄罗斯军事高层近期进行了多次的谈话 讨论莫斯科政府可能核实 如何在乌克兰使用战术和武器 这引发外界的担忧 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斡旋下 俄罗斯2日答应恢复黑海谷物出口协议 英国BBC驻乌克兰特派员华特豪斯 2日在推特发文爆料 在埃尔多安说服莫斯科当局回到粮食协议之后 传出他建议普京全面撤军 并与基辅当局展开谈判 甚至还向普京直白地表示俄罗斯无法避免战败的结局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3日在推文中提到 他在电话中感谢埃尔多安积极投入维护这份运股协议 这份协议对于缓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来说至关重要 同时美国多名的高阶官员透露 俄军高层近期进行多次的谈话 讨论莫斯科政府可能核实如何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 纽约时报2日报道 俄军高层在战场挫败之际 讨论在乌克兰使用核武显示俄军将领对于战场上的失败有多么的沮丧 这也意味着普京威胁动用核武可能不只是说说而已 这让拜登政府感到震惊 不过战术核武器从来没有在冲突中使用过 目前还没有一个拥合的国家愿意冒着全面核战争的风险使用战术核武器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表示 俄方可能动用核武的言论让人深感担忧 美国认真看待此事会继续竭尽所能进行监测 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经说 普京对于在乌克兰取得胜利的潜在绝望情绪 与战场上的挫败可能导致俄罗斯动用核武 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2日公布最新战情评估报告指出 克里姆林宫继续严重依赖透过钱财激励俄罗斯人在乌克兰作战 这可能会使俄罗斯的经济持续紧缩数十年 报告说俄罗斯官员一直承诺志愿兵和动员兵的薪资 是俄罗斯平民平均工资的两倍多 但如今拿不到钱的动员兵纷纷开始集会抗议 要求当局履行承诺支付他们应得的军项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俄军一个训练营有100多名士兵拒绝被派往前线 因为官员没有支付先前所承诺的30万卢布 其中一名士兵批道当他前往征兵办公室时 军委当时就告知只要一到那里 两三天内就会拿到30万卢布 而这笔钱本来是要给身在贫困地区的家人 但款项始终没有发放 现场的女军官试图平息愤怒的情绪 但也坦言支付款项的承诺有写入草案 但没有被正式批准 有消息称这起事件发生后 俄罗斯国民警卫队和特种镇报远警 被召集镇压反叛行动 与此同时 俄军物资缺乏的问题也浮上了水面 英国国防部3日发布的乌俄情报更新指出 俄国装甲车损失率增加到每天40多辆 相当于一个营的装备 俄军部分士兵甚至形容这些装甲车 跟旅冠没什么两样 英国国防部说 也因为如此高的损耗率 俄国很可能会在最近几周 从白俄罗斯的库存中获得至少100辆的战车和步兵装甲车 目前俄军在乌克兰的部队正陷入困境 部分原因是俄军难以获得 大炮弹药和足够的可替换的装甲车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2日表示 根据美国掌握的情资显示 朝鲜试图将大量的炮弹提供给俄罗斯 显示出美国主导的制裁和出口管制 造成俄罗斯军火短缺 中国多个地方发通知称 乘火车飞机不再查验核酸证明 核酸检测改成付费 同时有传闻说 高层将放宽防疫政策 随后大陆和香港股市大涨 分析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想要放松防控 但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严厉的封控状态 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报道 广西贵东铁路贵北铁路 广东湛江旅游和肥新桥机场发布通告称 从11月起乘坐火车飞机不再查验核酸证明 进北京除外 随后这个消息被删除 之前中共当局称 9月10日起到10月31日止 旅客需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乘坐飞机 高铁 列车 跨省车船等等 11月2日 大陆媒体中国新闻周刊 联系多地的热线进行核实 其中南宁 桂林 合肥的热线回应 除北京方向以外 近战不用再查验核酸 但到战地是否需要 要咨询当地的防疫部门 湛江则回应 没有收到更新的通知 建议备好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此外 多地发出通知称 11月起 常态化核酸检测改为付费制 民众可依据生活需求受减 贵州 四川 甘肃 湖南和广东等省下属的多个县宣布 常态化核酸检测 单减收费16元 混减每人次3.5元到4元不等 相关消息引发网上的热议 有网民说 可能是地方财政撑不下去了 还有网民说 出入部分场所 仍然被要求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配合政策却必须自费 这不合理 上周末 郑州富士康大批的工人逃离场区 引发广泛的关注 财新网报道 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周二表示 当日60起 解除原有管控区域 调整管控策略 有序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其中最受关注的调整是 自通告公布之时 郑州市各区县自行划定的 防外溢临时管控区全部解除 对于郑州当局的防控调整 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说 当局是作秀 表面上放开限制 其实只是为了躲开更大的压力和指责 同时表演性解封一词 在微博上广泛的流行 也有人认为 再封下去河南的经济就要垮了 所以地方政府不得不解封 周二网络热传一个贴文 称中共官方10月31日召开专家组会议 讨论防疫全面放开 有条件放开等方案 并称目标是2023年3月实质放开 虽然这则贴文的真实性难以证实 但周二大陆和香港股市都应声大涨 不过大陆有很多地方并没有放松封控 新疆 西藏 青海 以及广东 黑龙江 武汉等 都有城市被封锁 新疆的一些城市已经被封锁三个多月 中国争论家胡平对大纪元表示 地方官员处于两难 既不能够无限的封控下去 但又很担心 如果放松封控导致疫情爆发 自己乌纱帽不保 所以还会采取很严厉的防控措施 这必须要上头态度比较明确 地方官员才敢放 美联储周三宣布再次加息75个基点 并暗示短期内政策不会出现转折 相关的鹰派言论导致11月3日 美国股市低迷 三大股指开盘走低 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 苹果 谷歌姆公司 亚马逊等 大型科技股普遍下跌 市值损失上万亿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演讲中表示 讨论暂停加息为时过早 最终利率可能会高于美联储9月份的预期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告诉CNBC 由于美联储的鹰派言论令人失望 投资者可能会制造更多的市场波动 美联储连续第四次大幅度加息 已经使利率达到15年来的最高水平 美联储也表示 正在关注加息是否会对经济造成损害 凯头宏观北美首席经济学家 阿什沃斯在报告中预计 除非11月的通胀数据受到控制 否则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 再度升息50个基点 如果核心通胀出现放缓的迹象 那么美联储会在明年1月的会议上 加息25个基点 瑞银首席投资官海菲尔警告说 在目前的局势下 投资者应该警惕在未来3到6个月期间 市场的回报出现不利 3日英格兰银行也将利率上调了75个基点至3% 达到30年以来的最高点 央行表示英国经济可能会进入衰退 消息公布后英镑兑美元下跌了1.9% 政府债券被抛售 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 近年备受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 近日中国恒大因为无法偿还325亿元的债务 而遭到盛京银行的起诉 许家印在香港的豪宅也被查封 11月1日晚间 恒大在港交所公告称 盛京银行于2020年至2021年期间 向恒大集团提供资金 共人民币325.95亿元 同时恒大以其持有的广汇集团30.99%的股权 提供质押担保 因为中国恒大没有偿还资金 盛京银行已经向法院提出起诉 根据法院执行告知书显示 恒大质押的广汇集团股权 目前已经被执行 近年来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 备受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 据恒大去年半年报显示 截至2021年6月31日 其债务总额是1.97万亿人民币 此外恒大地产等三家公司 近日被广东惠州市法院新增为被执行人 执行标的大约是7.9亿元 另据香港013日报道 中国恒大集团的主席许家印 已经出售其香港的豪华别墅 以解决债务危机 许家印在香港太平山顶 拥有三间单栋别墅 别墅已经抵押给了银行和财务公司 而中国建设银行已经接管了其中的一间 这间别墅的面积大约是5000平方英尺 市值大约是7亿港币 报道形容这是许家印的私产被接管的第一滴血 香港01去年揭发 许家印共持有三顶不立境三栋别墅 市值分别大约是8亿、7亿和10亿元 一共是25亿港元 另两座去年11月已经抵押给了财务公司 也就是说许家印在香港的三栋山顶豪宅全部抵押借钱 此外位于香港的中国恒大中心也被中信银行接管 其中涉及一笔76亿元的贷款 大楼被接管后已经公开招标出售 估值是80亿到90亿元 10月31日截标目前还没有结果 观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中有提到 土耳其总统直接对普京说 俄罗斯战败是必然的 你要撤军议和 同时大家都可以看到 俄军的士气并不高 但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对普京使用核武器的担忧又增加了 那么关于今天的新闻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也拜托您点击小铃铛订阅 并点赞和传播这个节目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李源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